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美麗頒獎的頻道 這一集在中年好聲音二第十一集,會在24強淘汰三位參賽者 第五部曲,24強導師分組賽,致經全奇巨星 在這一集,陳偉嫻仍然請假,班森妍代替她出任評審 24強選手將分為三組作賽,有三位導師包括韋爾山、彭嘉麗和谷雅美 藍組的導師是韋爾山,綠組的導師是彭嘉麗,紅組的導師是谷雅美 在TVB中藝,就播出了三位導師選學院的情況 三位導師在選學院時,都很緊張,針鋒相對,但當然都是劇本 24位參賽者,以分數來排名,首先是劉河、顏米糕和安雅熙走出來給導師去選 彭嘉麗就選了劉河,她就說,愈淨的人,裏面愈多東西被人發掘 彭嘉麗就選了顏米糕,她就說,我來這裏就是想要冠軍 威爾山就選了安雅熙,她就說,你跟著我一定是冠軍 看這個分組表,我就覺得,原來世界上有很多東西是很巧合的 24強,剛巧12男,12女 而每一組就是4男,4女 我現在就跟大家介紹每一組的成員啦 谷雅美的紅組有 曾密斯,陳彥娜,麥素華,顏米糕,陳如飛,沈中賢,林偉基,古卓文 偉山的男組有 尹新傑,黃月,林若瑩,陳善亭,黃健文,安雅熙,亮浩賢,譚輝志 彭嘉麗的六組有簡潔明,朱博文,鄭梓浩,劉可,黃學霖,袁絲樂,秀碧家,劉威王 我看完第11集,才知道先頭的分組表也顯示了他們的出場次序 我現在就跟大家說說賽制啦 今天的回合主題是致敬全奇巨星 三組的參賽者將會以個人獨唱或雙人合唱的形式 演繹六個系列的經典金曲 並且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對決 在上半場或下半場獲得最低分的組別需要淘汰一個人 而上下半場完成後最低分的組別要再淘汰一個人 即是說這個回合總共會淘汰三個人 舉例,在上半場每一組都派出四位參賽者出賽 完成上半場比賽後,最低分的組別 由評審決定在四位參賽者當中選一位淘汰 而在第一屆時,評審選出來的位 並不是那組最低分的位 上年所以引起爭議 我要作出一個更證,在第11集的預告 我就說是由導師決定去淘汰哪一位 其實不是,是應該由評審去決定要淘汰哪一位參賽者 至於評審會淘汰哪一位參賽者 我當然有很多陰謀論 第一,我覺得評審想留些35至45歲的參賽者 第二,就看看這位參賽者受不受歡迎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評審覺得這位參賽者 可否幫無線接到很多工作做 在第11集,頭三首歌是向上海歌后致敬 第4至第6首歌是向梅艷芳致敬 第7至9首歌是向羅文致敬 大家看看這個表的右邊,我就寫了它們第9集和第10集的得分 有其中4位參賽者是得分少於80 見到簡潔明可以讀唱,但林若瑩和黃月就要合唱 因為她們兩個都是76分 朱博文拿到79分,她就要跟鄭子浩合唱 感覺就是鄭子浩要帶著朱博文 大家見到出場秩序就是藍組、綠組、紅組 當每一組都唱完三首歌之後 這樣便會計算到每一組在上半場的分數 我現在就跟大家說說第11集的內容 第一位出場的參賽者是尹新潔,她35歲,她來自湖南 她的參賽歌曲是《夜來香》 作曲、作詞都是黎錦光,原唱李香蘭 1944年初秋,黎錦光為京劇名單 《黃桂秋》錄製歌唱片段 當年的錄音棚沒有空調,室內是密不透風 在錄製休息的時段,黎錦光就走出錄音棚,呼吸新鮮空氣 突然間,南風吹來,夾著陣陣花香,遠處還有夜香提唱 真是很美妙的時光,黎錦光的樂師在湧動 當晚,她回到家後,切夜未免 當時的美景不斷閃現在她腦海當中,激起無限下想 在內心激動的旋律似乎要噴湧而出 就是這樣,一首歐美風格,Rumba節奏,舞曲樣色的夜來香 初型就誕生了 我們首先看看韻新傑的打扮 她穿了一套藍色的三件頭西裝 那件西裝的背心簡直是整個打扮的靈魂 裡面的白襯衣服是不扣的,西裝外面有一條袋巾 袋巾外面的裝飾就像一朵花 整個人的打扮令人看起來覺得她很瀟灑 看完韻新傑的演出,我覺得畫面是舒服的 因為她有些舞蹈的帶動,這首歌是女歌男唱 她唱出來,其實我就會覺得她的聲音是比較弱的 如果以一個唱K水平來說,這首歌當然合格 但這首歌唱出來就沒有層次感,當然拿不到高分 尹新傑是拿到81分,我覺得也合理的 第二位出場的參賽者是簡傑明 她60歲,她的參賽歌曲是《吸我一個吻》 這首歌的原曲是英文歌《Seven Lonely Days》 作曲是Marshall Brown,Air Schumann,Alton Schumann 原唱是Georgia Gibbs 《吸我一個吻》的作詞是陳色,主唱是張露 這首歌的歌詞是很腦骨和很挑逗 她穿了一件黑色的上衣,裡面是閃閃的 下身穿了一條扮裙的褲子 外邊穿了一件短身的綠色外套 左手帶了一條手鏈,右手帶了一隻手額 但我覺得她的打扮和歌曲是沒有什麼關聯的 看完簡傑明的演出,我就覺得她的風格和這首歌是格格不入的 我就覺得簡傑明用一個很可愛,很有笑容的方法去演繹 但這首歌我就覺得不應該是這樣的風格 我就覺得沒有了這首歌的神髓,也好像是唱K的 簡傑明拿到77分,都是很正常 第三位出帳的參賽者是曾密思,她44歲 她的參賽歌曲是三年 作曲姚敏,作詞李俊青,原唱李香蘭 這首歌是來自李香蘭、趙雷聯合主演的邵氏電影《一夜風流》裡的插曲 而這部電影也是李香蘭主演的最後一部國語電影 這首歌說的是李香蘭為她所愛的荷蘭船長 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每日孤單身影,吹著海風,曝曬在烈日之下 站在安平港,望著大海,希望她有一天能回到她身邊 當然,最後的結局都是相當悲慘的 我們首先看看曾密思的打扮 她穿了一件紅色旗袍 外面披著一條白色毛毛披肩 她的髮型也是老上海復古髮型 我覺得她的打扮已經很配合她這首歌 我聽完曾密思唱,我就覺得舒服很多 在1808強,曾密思選的歌《I Have Nothing》 我簡直覺得她喊得很辛苦,我們要聽得很辛苦 她唱這首三年,我是聽得舒服的 如果要挑剔的話,就是她的呼吸聲其實是太大 這樣變成你聽一首歌時,又會讓呼吸聲帶你出這個故事 這就跟複式呼吸有關,她就要繼續努力學了 曾密思取得87分 接著就到第四對雙人合唱的組合出場了 林若瑩35歲,黃月36歲,她們的參賽歌曲是《親密愛人》 作曲、作詞都是小蟲 這首歌是電影《我的愛對你說》的片尾曲 這首歌是小蟲寫給梅艷芳和她的男朋友Paul的歌 可以說是她們的愛情戀曲 首先我們看看林若瑩和黃月的打扮 她們倆都穿著同一色系,都是藍色的裙 林若瑩是腦肩,比較長一點的裙 黃月就是腦一邊肩膀 兩條裙的剪裁都很修身,顯示到女性曲線尾 我第一眼看,就覺得她們是無線的TWINS 聽完她們唱,我只可以形容為平平無奇 Nothing impressive 雖然見到那些評審,就刻意說很多東西去讚她們 綁她們上天,但其實你聽到,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呢? 這首歌是一首很甜蜜的歌,但她們唱得很苦 張家天幫她們兜,Bitter Sweet,你以為巧克力嗎? 我覺得,毛紅線是繼續想留著這兩位在比賽裏 所以她們拿到82分,比起同組的韻生傑多一分 而這一分,很重要 第五隊雙人合唱的組合是39歲的朱博文和55歲的鄭子豪 她們的參賽歌曲是《冰山大火》 原曲是山口白衛的《Lokulorurido》 《搖擺寡婦》 作曲《與其隆同》《Ryudo Uzaki》 《冰山大火》的作詞是林真強 主唱《梅艷芳》 這首歌是講一個女人,她本身好像冰山那麼冷傲 後面遇上一個男人,就好像著火一樣 令她熱到熱跳舞,要找火燭車來救她 朱博文就是黑色衫、黑色褲、黑色的外套 鄭子豪也是黑色衫、黑色褲、加件綠色的外套 這樣看起來,兩個都很帥 這首歌是女歌男唱,而且是兩個男人一起唱 感覺就是她們整首歌都在喊 幸好,整首歌都尚算好聽,不過就沒什麼層次了 有兩句她們是唱錯歌詞 為什麼我這麼清楚? 因為在《中年好聲音》第一屆,這首就是我的參賽歌 如果她們下次有機會再唱這首歌 我希望她們看清楚歌詞,不要再唱錯了 她們是拿到87分 第六對雙人合唱的組合 是35歲的陳彥娜和46歲的麥素華 她們的參賽歌曲是《壞女孩》 《壞女孩》是由Shinna Easton的歌曲《Strake》改編 作曲《Charlie Door》 Julian Liedman 《壞女孩》的作詞就是林振強 主唱梅艷芳 《壞女孩》的歌詞是講及少女受男友挑逗 突然一夜間想變壞,偷上禁果 雖然歌詞最終只是陪在掙扎之間,沒有越軌的行徑 但在保守的80年代來說,歌詞已經非常踩界 我們首先看看陳彥娜和麥素華的打扮 陳彥娜穿著白色的裙,白色的短缽,紅色的翼 她的角色就是天使 麥素華就穿著黑色的衣服,黑色的長缽,紅色的外套和黑色的翼 我相信她的角色就是魔鬼 看完她們的演出,其實我的感覺是一般的 由海選看到現在24強的比賽 麥素華的演出方法都是一模一樣 咬牙切齒,然後就閉上眼睛 而她的唱腔就好像是經常出來表演一樣,是滑啞啞了 而陳彥娜也很明顯是不適合唱這類歌 她根本唱不到那個味道出來 她們是拿到78分 我們現在又回讀唱了 第七位出場的是陳彥婷,她37歲 她的參賽歌曲是《波斯貓》 《波斯貓》是一首改編的歌曲 原曲是來自中村雅俊的《Acogaleno Summer House》 作曲《Nobody》 《波斯貓》的作詞《潘偉源》 主唱《羅文》 在1985年初,這首歌一推出就引起很多評論 認為這首歌的歌詞大膽、腦骨,也充滿挑逗 我們現在看看陳彥婷的打扮 陳彥婷戴了粉藍色的隱形眼鏡 和白色的毛毛外套,發生搖爆的波斯貓 她演唱的時候不斷鬆手弄之,扮貓叫之餘 又會頂一下手,好入氣 周國鋒就說,善廷應該是今季最好看的參賽者 我覺得大家要留意周國鋒老師的評語 因為我覺得她的評語在帶著風向 看完陳善廷的演出,無可否認她的演出是挺好看的 我也覺得她是一個挺好的表演者 雖然她真的未必唱得最好,但起碼她每一次設計出來的演出 令到你會想繼續看 陳善廷是拿到84分,我是覺得她值得拿的 第八位出場的是劉可,她36歲,她的參賽歌曲是《明日天涯》 作曲顧家輝,作詞伊達,原唱羅文 《明日天涯》是1973年香港電影《明日天涯》的主題曲 這首歌是講對於生離死別的心情 我們看看劉可的打扮,她穿了一條黑色褲 上身是一件綠色閃亮亮的襯衫 劉可每一次的戰衣其實都很充滿色彩 之前看預告都聽到劉可唱一句 已經覺得好像唱歌劇一樣 到真的看完第十一集,就聽到她唱,我的感覺就是,厲害 我覺得劉可唱得好聽,但當然這首歌可以用其他方式去演繹 吳俊恆當然就是持不同意見,她問劉可是否想跳出自己的comfort zone 劉可就回答她,她希望每一次以不同的面貌去演繹每一首歌 我都贊成劉可的做法,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後一次踏上舞台 一定要將自己最好、最不同的東西表現出來 所以我在方面都寫了一句,If not now, when? 劉可是拿到86分,但其實因為吳俊恆給15分 如果她再比高一點,劉可應該不止這個分數 第九位參賽者是顏米糕,她42歲,她的參賽歌曲是 《劉級者世上我最愛的人》 這首歌是改編自台灣歌手潘月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痛愛的人》 作曲小松,廣東話版本的作詞是陳肇奇 主唱羅文 這首歌的故事是講一個男人移情別戀 在分手時對前任的安慰說話 都要講一下顏米糕的打扮 黑色的衣服、黑色的褲 外面配一件紅色的外套,因為她是紅組 看完顏米糕的演出,我覺得這次她是有進步的 因為她沒有整首歌都不停地放,不停地叫 她是開始的時候,即是主歌的,她是懂得收的 因為你懂得收,之後你就可以放,所以有層次感可以做出來 顏米糕獲得89分 當12位參賽者唱完這9首歌後,就會計算每一組得到多少分 結果藍組得到247分,綠組250分,紅組254分 上半場最低分的是藍組,所以評審會在藍組裡淘汰一位參賽者 在上半場,藍組有4位參賽者出了場 尹新潔是81分,林若瑩黃月82分,陳仙廷84分 評審商量完後,肥媽說,他們會在藍組淘汰最低分的一位,即是尹新潔 所以先頭我就跟大家說了,這個分數很重要的 在第11集的預告,我已經估計,如果要交人的話,藍組會交混新潔出去 我猜中了,但綠組和紅組是不是安全呢?都要看第12集才知道 都是那句啦,如果大家想用我片裏的得分表 來拍YouTube影片,或者放在Facebook之類 就請你寫來源,在來自靚靚班長 多謝大家,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 拜拜! 希望大家會訂閱我這條頻道 訂閱是免費的,就好像一個書籤一樣 下一次我有片出的時候,他會通知你的 也希望大家會多點點讚,就是給個like 還有多點留言 我的頻道自從2023年3月已經開通了頻道會員 我希望大家都會支持我的 如果你看完我的影片,你覺得你想實質上支持我的話 你可以成為我的頻道會員 頻道會員的會籍是維持30天,你可以隨時取消 但已經付款的會籍就不能退款 多謝大家來看我這條片,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 我很需要大家多點來看我的影片,給我多點like 多謝大家,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